今天我们去参加一部电影的首映室 这部电影是我的好朋友导演主演的 这是一部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电影 活动是在新华路上的上海影城 说到上海影城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因为在上海影城的对面 当年有一家小酒吧 是我和导演我们一群朋友经常聚集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喜欢这家酒吧 因为这是我们这帮loser的避风港 那时候我们是一帮失忆的不得志的文艺青年 电影中有一个送小黄花的细节 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要时常的鼓励自己 给自己送一朵小黄花 给自己打一个五星好评 后来我和我的这位导演朋友 各自走出了那间酒吧 走出了那个圈层 走进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们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朵小黄花 你的岁月是我未完成的路 回头千里尘延凌乱了脚步 母送往事 让开心头热 不让清冷 不给辛苦 路越走越远 越懂一生一世只等一个人 梦越久越正 我的心没有回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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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